吉安乡公所为了扩大志愿服务资源的连结 特别和苏澳政公所进行两地交流 苏澳政公所政长李明哲特别率领志工团队 前往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进行交流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的接待 并且由吉安乡公所志工文官服务队 以及客家服务队以接力的方式 呈现了服务工作的内容 双方都期盼能够拓展两地志愿服务的工作 为了加强苏澳政与吉安乡双边的志愿服务资源连结 苏澳政公所政长李明哲特地率领了38位的志工 组团前往吉安好客艺术村 并且由乡长游淑珍请子接待 吉安乡公所志工文官服务队 及客家服务队导览介绍好客艺术村不同的场域 所呈现出不同志愿服务运作模式 以及工作内容 双方交流收获满满 工部门的资源非常有限 但是志工承担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的地方更幸福 更圆满服务也能够更多元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开启了 我们苏澳跟吉安这样的一个联谊 我们让我们的所有志工来参与到 我们所规划的好客艺术村 让我们可以互相的观摩 学习经验分享 宜兰县苏澳镇公所镇长李明哲 赞佩吉安乡推动社区发展成效卓著 希望能够从吉安乡的发展经验中学习 介意提供苏澳镇社区多元关怀服务的参考 由于这一次的交流 乡长刘淑珍更希望未来增加两地互访观摩 及经验分享 共同凝聚精进相同服务特质 相互为所在地的相亲 打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记者刘明胜 吉安采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